居民最怕的就是地址跟日照的問題 地址我跟各位報告 101跟我們這裡的地址差不多啦 101就可以蓋起來,我們這裡怎麼蓋不起來 差不多啦 第二有關日照的問題,請各位放心啦 在都審跟建造審查的時候 建管處就會要求 第一,北向日照一小時的檢討 第二,建築物1比3.6的陰影檢討 這個比日照檢討還要求更嚴 所以請各位居民放心 以上報告,謝謝 我是先本來想要先非常感謝張國林、張委員召集啦 我想這個案子的確大家很辛苦 張委員也非常認真的去到處去看 然後也召集這個事情 那大家也都做了一些討論 那基本上專業小組也做出了結論 那才提送大會 那當然我今天是希望更慎重的 讓大會特別府外委員來多表達一些意見 來確認我們這些專業小組的結論 是不是大家可以支持的想法 我想大概就要這樣子好不好 那我們下面就先請這個 府外委員大臺、黃委員來 我有三點意見 首先尊重專業小組的一些決議 但是今天仍然是有看到陳情人 因為有不同的立場 甚至同樣住在一個附近的居民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造成很多口語上甚至有一些糾葛 所以我是蠻認同的 這個案子應該快刀斬亂嘛 不應該延宕啦 這延宕對當地居民的情感上其實也是不好的 所以應該要有這個方向的共識 那第二個呢 剛才有一個居民也有提到 今天這張圖啊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的簡報資料的23頁跟31頁 在這個商業區這個地方 到底是最後的決議是10公尺還是15公尺 兩張資料不同 一個是15公尺寬 另外一個寫10公尺寬 那現在我看到這一張是10公尺寬 也就是商業區這個地方 推進去10公尺還是15公尺 這可能要弄清楚 這是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啊 是那個 招提人講的對啦 有一些啊 是我們今天所有的花園啊 可能都會回歸到下一個階段 故事設計審議所有的相關的規範的決定 那既然啊 剛才黃秋山委也有講 很多啊 北面的居民啊 很擔心這個日照 所以這裡的那個配置的方式啊 其實也並不見得是同樣一個 一個高度啊 所以規篇也可以給建築師啊 做設計師的一些參考 最後一點啊 這個 商業區 在開發的時候 如果這個是 這個會採用BOT嗎 如果在BOT的時候 剛才Jimmy也有提到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也有可能有一部分的社會住宅看 你們可能怎樣跟實施者啊 談清楚融進去的可能性是怎樣 那這個這邊的總量啊 還是維持的 那降低 降低北側的那個 給一些開發的量啊 這是我 我以上的一些意見 好謝謝 來 頭委員 這個部分剛剛其實大家都談得差不多了啊 一個製造的部分我想這個本來就照法定的東西啊 但是我後面會提一下 第二個是容積率的問題 那容積率的問題我覺得剛剛張茂南張議員提的很有道理啊 公平跟這個陳希的正義 那其實從前面來講可以看到 101年的開始啊 我們文昌的文昌區的安康 就是建幣率45 容積450 然後102年12月 是才這個過去的 也是45 450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反而降成到400 那就是原來可能一個迷思 就是想回到原來的那個 回到原來的機關用地 那其實這本來就不是機關用地 所以我的建議是不是如果維持整個都市計劃 全市全台北市的公平跟一致性 這個地方就把容積 建幣率就是45 容積450 就全部都統一了 就不要搞得那麼複雜了 就是以後這種公營住宅就是45 45 450 而且這個地方其實還不只是公營 它這個其實還不到450 因為它其中有公益設施 公益設施我看了37000平方公尺 那個比例很高 在做更新 我其實上次專案小組提過 如果在做更新的時候 公益設施是免計容積 有到獎勵15%的 所以在那個下來這個數字根本是低估了 整個完全是低下來了 所以 但是所以我的建議 尤其是剛剛講到那個退縮的部分 因為有日照等等 應該把它留給建築師 那個應該是建築設計去審的 都市計畫裡面不要去把 包括什麼退縮22公尺多少公尺 那是將來建築配置的事情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 回歸到全市的一次性 那把這個建幣率 就是不超過45% 容積不超過450 那另外有關相關退縮的部分 在都市計畫先不規定 因為這是將來建築設計的去配置 另外就是最後一個就是 技術上了 這個在主要計畫裡面 其實是不應該規定 這個建幣容積的 所以這個主要計畫裡面的修訂 是因為原來有放在裡頭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把主要計畫裡頭的 這個建幣容積規定廢除 那個就在系譜計畫裡面去做規定 是吧 好謝謝